清华到澳洲打工当屠夫不是沦为 从台湾人在澳洲打工找不到工作 临着祭餐谈起 12年前 荆州刊清大毕业生会和沦为澳洲屠夫的垃圾报道 赤裸裸的充满种族歧视 阶级歧视 职业歧视 现在日本朝日新闻踢报包括台湾人的打工者 因没工作去拿免费食物 台湾认为当屠夫有薪水叫沦为 因为无家可归的人或生活有困难 而必须拿免费食物的 至少不是更好的出路吧 荆州刊死哪里去了 为何不出来靠腰 我12年前写过多篇文章 痛批台湾媒体与台湾文化变态的价值观 因为台湾背包客到澳洲以自己的劳力谋生 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 至于他们原本有什么样的高学历 那又怎样 很多台湾人在古早时有高学历 到美国谋生不易而去开洗衣店 餐厅 那也是基于坚强求胜意志下的选择 其有沦为可以作为绩效的余地 12年后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4日 试试豪向无料实料日本弱者行列的报导 在发放免费食物的地方Jimmy Faham说 有来自南美、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 最近日本的人数有所增加 约占总数的30% 而一名来自台湾的女子以4个朋友一起排队 吃打工度假签证来赚钱 女人耸耸肩 我想在工厂或农场工作 但我没有工作 主办方Jimmy Faham说 我想尽可能地帮助年轻人 我希望他们回国后 能记住自己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以同样的方式善待外国人 显然 要去澳洲打工的台湾人 也为达预期找到工厂或农场的工作 也有极大几率会回台湾 至于将来会不会能记住自己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以同样的方式善待外国人也未可知 奇怪的是 为何金周刊都能掰出新大毕业生 为何沦为澳洲屠夫 现在却不谈谈澳洲领救计餐的现状呢 我不认为球员或领取免费食物 可取或是沦为 在屠宰业工作更没有什么错 因为为了生存 做出的任何积极努力都应该被肯定 要去领取免费食物或者球员 也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必须的选择 因为一旦放弃 那就没有明天了 放弃 这是伤害自己 劫爱自己的人最不好的方法 所以我支持寻求帮助 但是 当年因为台湾人在澳洲从事屠宰业 就鸡猫子鬼叫的台湾媒体 难道不该报道 澳洲现状 让台湾人别去那里白忙一场 至少自费买机票 或去体验人生的台湾年轻人 没必要到澳洲领就祭餐后 才能学到 记住自己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以同样的方式善待外国人 这些台湾到澳洲的机票钱 可以省下来做其他的事 台湾媒体 不要只想当嗜血的鲨鱼吧 Black Jacqueline 24年7月5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他们 杨栋梁 宣揚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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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